美国哪里买车便宜 这个问题自从频道开播就一直被私信 这一期我将从多个角度维度逐一展开分析 哪里买车或者说在什么样的城市社区里边买车 大概率比较划算比较便宜 如果你是想听到具体的汽车经销商的名字 那么提前让您失望了 我的这期视频内容跟以往很多期都很相似 是鼓励观众看完视频以后 要根据自己所在地区的市场 和社会进行观察和思考才有更好的结果 美国社会的观察 不同城市社区对汽车消费的影响 我之前有一期视频通过整合社会资源 打供需差异的信息差来购物 那期视频我说过 我对美国社会的考量有两个维度 资产和种族 先说资产这个标准 简单来讲说白话 有钱没钱 高收入的大城市 大都汇区 购买力强的消费者多 现金流比较充裕 而且有良好记录的中产比较多 这种城市的汽车经销商 新车配额中出厂价比较高的高配车 顶配车比较多 新车加价多 或者说新车折扣少 二手车价格也相对更高 溢价更多 性价比就更低 相反的卫星城 郊区 农村地区 相对这些大城市 大都汇区 收入和购买力 普遍更低的这些社区城市的经销商里边 新车配额中 出厂价更低的标配车 中配车就比较多 新车消费的附属费用也比较少 折扣也更多 二手车价格相对也更低 附属的收费也更少 交易环节套路相对更少 人更朴实真诚一些 当然车型的选择在郊区 卫星城 农村地区也更单一 同理很多特殊配色的性能版 限量版的车 都只有大城市 大都会的品牌经销商 才有车员 说完了资产这个标准 再说种族这个标准 比如英文社区 西班牙语社区和亚裔社区 对于出生国 汽车走入普通家庭比较晚 或者说某国私家车普及率较低 普遍民众对汽车常识较少的 种族生活的社区 加上需要小于种的销售员 才能够完成对接 完成非英文交流的这种车行 汽车附属强制消费都比较多 折扣要少 二手车价格相对较高 比如南美拉丁族裔城市社区 或华人城市社区的车行 反之少数族裔更少 种族多样性相对较低的 城市社区里 相对来讲 套路和强制消费更少一些 毕竟英文作为主流的交流语言 社会面上各个车行都能够交流 很难建立起语言制约所产生的信息差 和卖方主导的买卖关系 除了资产和种族这两个维度 我想再引入一个标准 那就是人口的变化 对于人口正向增长的城市社区 车价一般都比较高 对于人口负增长的城市社区 车价相对较低 这规律在三排座 七座八座的家庭用车 车架上有非常明显的体现 比如minivan市场 和全尺寸三排座椅的SUV上 以上三个标准 是各自独立的 它们之间可以相互抵消 也可以相互重叠 我举个例子 大家可以看这个地图 这是2024年统计的 美国亚裔人口 在美国各州的分布 以加州和纽约的亚裔人口 最高密度最大 这两个地区 也是中文群体聚集最多的地方 举个例子 如果是在加州的洛杉矶 中文群体聚集区的城市的车行 要买一台丰田塞纳斯亚纳 大家想想看 它有如下四个因素 第一洛杉矶大都会区 高收入高消费人群多 第二洛杉矶也是大量外来新移民的第一站 首选登陆地之一 还有很多是拖家带口 上有老下有小 三排座是家庭交通工具的刚需 第三语言限制 不得不找有会说中文的销售员的车行来买车 第四加上之前未提的 地方的能源价格 对混动车型的供需的影响 进而对价格的影响 可以说在洛杉矶华人社区的车行买热门车型 所有加价高消费的buff因素全都跌满了 也就是说是在全美国数一数二贵的丰田塞纳也不足为过 那有很多海外中文自媒体主播也是在洛杉矶旧金山纽约西雅图这些城市的生活拍视频 他们聊到汽车市场拍一个生活的vlog的足迹或取材 如果说又局限在华人社区的车行的话 那必然遇到的就是高车价的报价 而有的观众 他可能没有意识到国家很大 可能没有意识到社会面分层分群体的多样性和对应资源的差异性 很容易直接就以偏概全定性的理解成 美国都如何如何 中国都如何如何 那我们普通个人的汽车消费者改变不了经销商 也改变不了车企 更改变不了汽车市场环境 第一种做法就是接受 蔫了 怂了 就是多花钱 我认了 第二种就是改变自己 叮了 跑了 去别的地方买车 去周边的农村 郊区 卫星城 稍微远离高消费社区 远离语言上被拿捏的少数族裔社区的汽车经销商 扩大自己的搜索范围或舒适圈 当然 对购买第一台车的朋友不太友好 尤其是刚来美国 或者说刚毕业 学业 工作 住房 有很多事情要解决 到较远的地方看车 出行不方便 扩大汽车市场探索范围的方式 还是比较适合在交通上 已经可以独立出行 选购下一台车 或者是换车的朋友 接下来我来分享一下 什么样的社区 更大的概率能找到车矿好 价格好的二手车 前车主对车保养比较好 在车上花钱不是很精打细算 才会有保持比较好的车矿 经济条件比较优渥 或者说人口迁席搬家 才会大概率把年限比较新 使用旅程比较低的车 流入到二手车市场出售 无论是主动卖车还是被动卖车 基本上前车主的经济条件都不错 而且要慷慨 舍得给车花钱 才有好车矿 有的人他挺有钱 但是他对车比较抠门 吝啬 这样的有钱人的车 车矿也不是非常好 满足以上条件的城市社区 有大概两种 第一种 比如说是买车商二手车的 在人口流失的老钱富裕城市 主要集中在五大湖周围的这些州 我们叫Great Lakes States 大湖区的这几个州的老工业城市 由于产业结构和经济模式的变迁 受影响的其实是中产阶层 富豪还是富豪 基层蓝领还是基层蓝领 有收入 有消费力 有预知消费 有负债能力的中产阶层的外迁 或者消失 削弱了对富豪阶层 短期低厘程使用后 流入市场的二手车的需求 这样的城市社区 会遇到价格非常好的 年限比较新的 里程比较低的 甚至说还没有出原厂整车质保的 二手豪华品牌汽车 这样的城市 比如说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 比如说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 第二种买私人二手车 富裕的养老城市 这种小城市基本都是风景优美 有山有水 人口不多 景色好 环境好 但是没有非常出名的地标景点 几乎没有外来游客的养老小城 基本都坐了在大城市的周边 通高速公路 想要灯红酒绿的生活 以及国际机场 那还是要依附大城市 但是又远离喧嚣的宁静祥和的小城市社区 这种城市基本都是很有钱 而且慷慨的中老年养老城市 他们用车比较讲究 用车花销不太精打细算 或者说修车修了几千美元 甚至说花了二三百美元洗一个车 在他们眼里也没有花了很多钱的感觉 等他们卖车的时候 对价格高了低了10% 15% 没有特别在意 私人二手车交易过程愉快 甚至说聊天聊的开心 差不多就便宜卖了 成全买家 他们作为卖家反而很开心 那接手到这样车主的二手车 是非常非常幸运的 我列举两个城市 比如说北卡州的highlands 比如说佛罗里达州的naples 都不是大城市 但是风景好 人文环境也不错 富裕宁静比较安全 大家可以看一看房价感受一下 同理你开饭馆 开支甲店 开面包房 这些小生意业主 也喜欢在这种地方 客人体面友善 小费给的还多 那我发现这些富裕宁静的养老小城 有一些爷爷奶奶的 这个一任车主的老车 经典车的carfax记录 也记载了这台车 跟随车主迁徙的注册地的变化 比如90年代 车子随车主注册在五大湖区 或者英格兰地区 21世纪初 随车主搬到西海岸 车主老了退休了 车子跟车主搬到佛罗里达州 养老 车子在佛罗里达州注册 侧面的表现 其实世界上这几个大国 内部的构成和分化 都是很多样的 人可以转学 跳槽 搬家 迁徙 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内 不同地方的不同资源 也可能满足自己 不同时期的不同需求 我们就是趋利避害 OK 这一期讲了一些我的观察 没有具体的汽车经销商的 名字的推荐 很多朋友问我 张小车 你自己买车去哪家车行 你说一下 然后我就去那买 跟大家实话实说 我自己都不知道 因为我自己都没有明确的 首选的特定的汽车经销商 而我呢 就是带着这样一套标准 应对车市里 顺息万变的车员和经销商 那以上呢 就是我眼中 对美国社会 对汽车消费市场的影响的观察和分析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我是张小车 我们下期再见